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,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转发分享哦。 随着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,人们出行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,到处都是车来车往,驾驶员真的要小心,再小心才行。 在国外的一条小路上,渣土车和小巴车一前一后的行驶着。 渐渐的,小巴车不满足于当前的速度,于是便道到左侧车道,逆向行驶准备超车。 司机一踩油门开到了渣土车的前面,本以为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动作。 谁知,对面开过来一辆小汽车,也想在渣土车的前面完成超车。 一瞬间,两辆超车完成的汽车撞到了一起,场面一片混乱,后面的大货车躲闪不及,也跟着撞了上去。 小巴车被撞得面目全非,轮胎更是滚落一地。 居心,这次车祸造成八人死亡,另外还有多人受伤,小便看到这里真的是胆战心惊。 再次提醒小伙伴,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,控制车速,不要意识贪快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,毕竟生命只有一次。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